因為他說要捐半信 那你去想想看 他中間雙眼皮貼 正常人 我要貼 我要貼 我眼睛比較小 後要貼 我都是自己掏錢啊 對不對 我們就算要喝什麼黑糖薑茶 是不是自己掏錢 我們今天呢 剛剛講說那個貴雅NG 所以要吐錢出來 還是貴雅要吐錢 我怎麼可能 這趴剛才沒有撿進來 所以貴雅公開說 他要吐錢出來了 我怎麼... 下禮拜 我可能說那我來凹 我們就凹 沒有 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間加班費通通交出來 待會兒我們要喝綠茶 我們就凹四號機就好了 四號機下禮拜 我們要喝飲料 你請客好不好 全部都只有拍到脖子而已 四號機舉手抗議 對啊 不可能嘛 我... 首先我先解釋 什麼叫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就是 你實際上因為你犯罪 最後你放到口袋裡面的 所以有分兩種 一個叫刑事上 一個叫史直上 什麼叫刑事上 剛開始林根仁 他可能拿到一些證據 書面的東西 因為你不可能一個一個去查 法院一定是一個一個查 因為他們要把他確認說 這筆金額的數字 對到那一本帳 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再去核對 而且他每一個被告 他也都成為證人 大家知道這個案子很特別 所以為什麼開這麼久 每一個被告都成為證人 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 一查再查 所以剛開始拿到 那個叫刑事的證據 什麼叫刑事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今天你福報加販費 是一萬塊 但是我福報加販費是一萬塊 可能在剛開始起訴書 他就把所有犯罪所得 他就算是一萬 但是如果今天到法院 你們也會發現 我雖然表面上寫福報一萬塊 但是我實際上 這個助理放到口袋 還有四千 我繳回公計金是六千 這樣要算多少 六千 亂去 這樣不難吧 我形式上 數字都很難 我在單子上寫說 我福報加販費是一萬塊 那這個是起訴書 他直接就把他算說是一萬塊 但是這些助理 他還是有放到口袋 多給他一萬 他四千放到他口袋 但是他六千繳回公計金 所以繳回公計金 那六千才是真正的犯罪所得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等於說起訴書 他只是把所有的 看到的小兔的帳本 全部加起來 四十六萬 林根仁當然再更不進去 但是不能去怪他 對 因為他是收到 追上者提供的資料 對 收到剛開始的資訊 所以從八十幾到四十六 四十六是形式上所有紙本 小兔的帳本 加起來就四十六萬 但是最後某些錢 他還是有助理放到他口袋 真的有上角的公計金 因為上角的公計金 那個大水庫才是真的犯罪所得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那講到這個判決 我不僅是過癮 我也是看得流血流血 看得很辛苦 八十七頁 大家知道貪污治罪的 這樣的判決 八十七頁都是小case 一兩百頁 甚至我們打過貪污罪的 他的卷宗 大概跟我的人一樣高 你說站起來 這樣都這麼高 整個卷宗是跟我一樣高 所以這個都是小case 我發現裡面有一些 叫做有問題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律師 我特別舉 其實我可以理解說 律師他是他的訴訟策略 但是這個訴訟策略 會不會是高宏安還有同意 他講說被告高宏安的辯護人 辯稱零用金之支出 账策有諸多錯誤 就是說小兔的帳門有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的這個是 就是他律師認為是沒有證據能力 但是法院認為 其實是證明力的高低 跟證據能力無關 我要解釋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為什麼 我先解釋 一個證據進到法院 他有兩個關卡要看 第一關叫證據能力 什麼叫證據能力 就是你有沒有偽造 你有沒有變造 你這個仗冊是不是假的 這叫證據能力 一旦證據能力不存在 那這個證據從頭到尾都被排除 所以他的律師 這當然是訴訟策略 但我相信也是高宏安同意 他的高 就這個高宏安 他要求用證據能力 去排除小兔的帳策的目的 就是怎樣 從頭到尾小兔的帳策 都不能進到這個審判裡面去審理 那如果小兔帳策 不能進到這個審判裡面去參考審理 那會變成怎樣 高宏安就沒辦法定罪了 因為就沒有證據 就沒有證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訴訟 當然是訴訟策略 但我相信高宏安 這也代表他的這個品性 真的是令人堪憂 你怎麼會用這樣的方式 你直接排除證據能力 所以法官直接說 這跟證據能力沒有關係 這本小兔的帳策沒有被偽造 沒有被任何的篡改 他是一個正常的證據 所以必須擁有證據能力 進到審判裡面審判 然後才進入第二個階段 我講第二個階段叫什麼 叫證明力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計算說 到底是四十六萬還是十一萬 所以那個是證明力在處理 所以我要特別解釋這個事情 那時期我想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高宏安的這個增典 他的說詞 我們從那個帳門上面 不管是鬆眼皮 抱枕什麼 都看非常多 可是公衛文很特別 他就說 因為最後算出來 他的金額是四百六十六塊 其實是不高 沒錯的確是不高 所以他也是判 因為即便他不認罪 可是還是判緩刑五年 然後刑期是兩年 那我們看他有講 他說 說什麼我加班之後 然後那九月的薪資跟加班後的 那個薪資都交回去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啦 我是做完九月的工作交接後才離職 可是小兔跟他的LINE對話 就不是這個樣子 這是他現在目前 他的解釋是這裡 然後他說不是有買什麼生理用品嗎 買什麼黑糖姜母茶 買咖啡等等的 他說這個不是啦 你們都誤會了 是我買來給大家一起用 我就發現辦公室沒有這種備品 我就假的 我就比較雞婆一點 我就買 然後可能女生生理期喝個黑糖姜茶 對身體也不錯 可以緩解一些不舒服 是我買來的 那我就有疑問 他買來之後為什麼會進入那個帳本上面 然後會寫說 假設黑糖姜母茶是109元 那個生理用品是多少錢 為什麼會記在那個上面 不是一關的嗎 我覺得他在解釋他自己的這些行為 8月到9月 其實我還是有上班 說這些東西其實都無關紅子 因為法官要看的是說 到底你有沒有用這個多報加班費 然後這些加班費被你的老闆給用掉 那看起來你的證據顯示上面 的確是有 你跟這個小兔主任 一起把你公衛文的加班費 報到一個緊繃 儘管你公衛文覺得說沒有啦 我本來講好就是這個錢 但是你跟主任一起去把你自己的加班費 報到一個緊繃啊 那個東西才是法院 這個法官判決的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跟你有沒有買這個薑母茶 沒有關係好不好 你就算跟這個剛好安講好說沒有 我當初就是講好這個每個月拿多少錢 那你就拿這個錢就好 你為什麼要去把你的加班費 報到一個立法院的最高上限 然後你不拿那些錢 那些錢就放進了這個公積金 而這個公積金就被你的老闆給用掉 那個才是問題所在 所以他其實那一長篇寫了露露等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好像我很有理由 然後結論叫做司法為政治服務 他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律師可以支持他上訴啊 上訴啊 你就不服嘛 我在緩情 我不服氣 我上訴 可是因為大家問他要不要上訴 他在裡面就是說 大家都在問我要不要上訴 但是他還沒有答案 那你這麼委屈 你趕快上訴啊 我只能補一句啊 頭殼壞掉 你趕快上訴啊 為什麼 請問龔衛文他的判決是什麼 判兩年 緩刑五年 什麼叫緩刑 大家都知道 緩刑就是留校查看 你在緩刑五年期間 你不要再犯他罪 你前面兩年要不要關 不用關 都做沒事了 所以你趕快上訴 龔衛文 如果你有課詞 你上訴 我當你律師好不好 但是我保證你會進去關 你說上訴假罪就對了 當然假罪 我說我們以前有一個朋友的律師案子 也是類似這樣 原本他一審判的是有 緩刑 結果他上訴 緩刑就被拿掉 然後這個案子不能上訴三審 那他的理由是不是因為 類似犯後態度不佳 第一個 犯後態度不佳 第二個 你還是不認罪 而且第三個 浪費訴訟資源 我一審都給你緩刑 我給你一條明路 明路不走 你硬要走暗路 你硬要走死路 那就讓你走死路吧 那如果高宏安他在二審的時候 他改變策略了 他就是因為你們不是講說 因為不認罪 所以這個犯後態度不佳的這一塊 如果他在二審的時候 你說認罪嗎 對 他就調整他的訴訟策略的話 會比較好嗎 基本上要看他自己 但他認罪的話 當然他背後考量是那些政治的效應 我解釋一下 到底他有哪些認罪的可能性 在這個貪污之罪條例 第一個你偵查要承認 但高宏安因為 偵查要承認他已經錯過了嗎 他已經錯過了 所以這一個沒有辦法減刑 第二個貪污五萬元以下 但他貪污十一萬 也是超過 第三個刑罰五十九條 所有陳套宇 所有小肚全部都有用到 就是刑罰五十九條 情刊米訴 什麼叫情刊米訴 你很可憐 你看起來 我如果讓你進去關 我不給你減刑 我法官都過於不去 那這部分就是高宏安 他自己的人緣的問題 這個人緣還在於法官 覺得你有沒有人緣 能不能動用五十九條 所以他的這個減刑 有這三個 那當然高宏安 如果你認罪 那是他背後的政治效益 那你要自己去考量 我有一個問題是 李正浩他替一個案外案 川哥你有沒有研究 因為李正浩他在 就是臉書上寫一篇 他的意思是說 當初是郭台銘帶高宏安進門的 可是不是這件事 他進一步講說他曾經在 包括寡婦樓相關的爭議中 然後就有去告發 可是最後市政府 又給他告 奇怪 我是怕 我對的是高宏安 為什麼是市政府來告 然後後來他的律師又加原告 加了高宏安 他又是民事訴訟 所以我有一個疑問 是說這樣不行嗎 如果你今天你挑戰的是我的市長 我新竹市政府 我可以出來告嗎 這是我的疑問之一 然後鄭浩就說 你看我是天才小吊手 很高興 你看後來新竹市政府 有關寡婦樓市府提告 政論名嘴不施指控 再次嚴正的說明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高宏安不是市長 不是啊 他已經停止 但停止之後 他們又發了一篇 這個東西 然後去就是說 去指證李正浩 所以我有疑問 這樣不行嗎 就是說他已經不在其位 可是新竹市政府要捍衛新竹市政府的聲譽 而為 不可以這樣做嗎 李正浩當時指控了 說這可能涉及不法的是高宏安 不是新竹市政府 他是直接點名高宏安 因為沒人沒事情 沒新竹市政府 沒人沒高宏安 所以高宏安 你如果要告是高宏安 你自己出來告 但高宏安就找了新竹市政府出來告 那結果李正浩就說 你怎麼用政府告我 那個律師又去補一個狀子 補一個狀子說 我下面補一個叫做代表人高宏安 代表高宏安也告你 錯 告的是新竹市政府 代表人本來就是高宏安 你不用寫都是高宏安 所以你告的是新 你是新竹市政府告李正浩 可是李正浩的意思是說 我告你的是告高宏安 告你新竹市政府什麼關係 而且現在發這個公文 發這個重新發這個聲明的時候 高宏安也已經不是市長 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新的代表人 已經變 變那個 邱承遠 我跟你講我以前做的九龍局長 有人在停車費沒落 大家再加來加去 他停車費沒落五六千塊 市政府會再加 加的人都我 台中市交通局 王毅川 所以我現在來用訴訟的 打王毅川一大堆 那不是我的肝 那是因為 人家是台中市的交通局 他比較代表就是我本來 所以 接下來新竹市政府跟 這一個李正浩的訴訟 接下來的那個代表人 就全部改成求成員 就不會是高宏安 因為高宏安現在已經不是 新竹市政府的代表人 所以李正浩現在在說 好 那既然我告你的是高宏安 那新竹市政府現在 教你無關的 你站到旁邊看 接下來他要問一件事 那這比律師費誰 什麼人出 律師費誰 我跟各位講 那個市政府的律師費 像我們以前要告一般民眾 有告一些公司的話 那個律師是要指定 或者招標的 十萬塊以上是要招標的 通常十萬塊以下 你不要舉謝國良 那個市政府的法律顧問 對 這麼高的金額 請一個前發言人 來做一個法律顧問 如果這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是五萬六萬的 這也不用招標 可是一般市政府都會輸 市政府叫民眾消息 市政府怎麼贏 因為都不是大律師 可是問題是 新竹市政府請的 這個是大律師 那這個大律師 應該會超過十萬 如果超過十萬 是要招標的 所以這個新竹市政府 你們的政風也可以查一下 現在這個案子 是誰說要用新竹市政府告 有沒有招標 而這一個律師是誰指定 要這個律師去告了 接下來後面還有很多 就是李正浩 接下來要去告 新竹市政府 你怎麼可以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再幫助高宏安 有獨立之嫌 對那就高宏安 因為你當時是市長而得利